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那些外国的从政府里面捞钱 譬如说民进党 或者去占政府便宜的 像柯文哲的民众党 我们没办法 小百姓就是我们有时候消费 他会有一些发票 譬如说小总骑猫车去加油 他有发票 我们就对对看 能够对到的 那当然小确轻就很开心 如果对到是千万 有千万了 所以祝福大家 年后还是发大财 那今天其实很热门的新闻就是 柯文哲在质疑蒋万安 那国民党刘采薇 他刚开个记者会 因为柯文哲就讲说台志光 好像跟郝龙斌 跟蒋万兰都有怎么样的一些关系 刘采薇就拿出 因为他是现在台北市议员嘛 各位朋友等一下可以上网看一看 他说那里柯文哲既然认为台志光有问题 你当市长并不是警察级的这个 这个监视器的案子 因为你现在咬定说这个监视器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做一点点说明 那你既然认为有问题 你为什么台北市的其他单位还有16比 跟台志光采购呢 是啊 柯文哲因为他现在发现 发现 国民党的陈重文因为警察级采购这个监视器 我们路口的监视器被收押了嘛 所以就要来蹭这个新闻嘛 然后就讲你看哦 这个他过去做了多大努力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样 那你做多大努力要去限制台志光 你又怎么又会其他单位 你市政组其他单位还是买台志光的 我讲的不是警察级 是警察级之外的 这些单位包括哪里呢 那我大致上列一下 譬如说台北市立的三民国中 阳明国小 南亚国中 还有民族国中 还有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大家知道联合医院 人耐中心 对不对 中校 这都联合医院联育系统 然后 还有台北市立大学 还有市立大学 台北市政府有一首大学啊 叫台北市立大学 那跟他不是三峡那个台北大学 台北市立大学 他里面 就我们称为四北市啊 那还有台北市的税件处 市政府的税件处 还有市政府的公共运输处 你有时候像我们骑机车前面有一部公车档的 他后面会写 这部公车如果违规你要跟台北市公共运输处 跟他申诉 跟他抗议 跟他陈情 跟他前几 有个电话 那你柯文哲讲了半天 就对不对 被人家活歹吧 各位我讲 这个人哦 他的品格就是这样 那我今天上午哦 因为我去代班 我个 这个代班 这个 你可以看哦 我找 国民党另外一个议员 游淑慧 他因为他过去在郝隆斌事务 当过官员 他对整个过程也很清楚 他拿那些合约 那现在柯文哲政务 他现在就是 他每天故意用一些话术 这些话术 好像哦 他最有争议 最怎么样 其实很容易抽破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东西 就是 在一个 网路节目 这个网路节目 我上午就找他来 我当主持人 让他来讲 然后来讲 你把所有的过程 怎么样 一个接一个的破解 那因为我不要再重复 各位朋友 有兴趣可以去那边看 那他这个叫不演的电视台 我不要表演 不演的电视台 好 那我讲这个 各位朋友有兴趣 就是 因为 在里面 有所谓 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台湾政治 因为现在的 媒体资讯的量非常大 不但一般报纸 还有有线电视 一直在跑马 一直在播新闻 当然里面有非常多的重复 那另外 在网路上的 现在我们一般都习惯在网路上 就网路 比如说小董都用手机 快速看一看 今天有什么新闻 那你如果看仔细就点进去 那如果再仔细 就报纸 我当然每一份我都会看 我每一种我都会看 然后有时候 闲着没事 就有线电视把它打开 看在跑马 有没有什么新的大事 这个你就比较不会露 有时候还是会露 但是比较不会露 就是说你大概可以 掌握百分之九十九的 那种新闻的动态 这是我处理新闻的方式 那因为我们在新闻的 这种流动很高 它里面的假新闻 或者断章起义的新闻就多 就多嘛 所以它最主要就 你就变成说 真相越讲越不明 没有错 所以你要听真相越讲越不明的 那你就自己要去分析 这分析柯文哲最喜欢讲 比如说他讲 那你哈龙斌怎么跟人家签二十五年 对哦 大家讲说 你市长才八年 你为什么要跟这家公司签二十五年 那柯文哲为什么 签了很多合约 要签五十年 陈水扁当市长 还有签七十年 我在节目上讲 对不对 台北101就签七十年 你说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人不晓得 台志光这个案子是BOT 你现在讲BOT你就知道 什么叫BOT 我政府提供我的资源给你 然后你继续兴建 比如说台北101 我只有一块地 那现在他成为 譬如说我们倒数计时 全世界 所有媒体在报道 倒数计时 报到台北都是以台北101 那个烟火然后出来 对不对 等于说他代表台湾 台北市政府有一块地在那里 那有好几家大的企业 它主持成一家公司 就叫台北金融大楼公司 我让他跑 就现在台北101的各个股东 他们成立一家公司 跟陈水扁签约 七十年 有没有人骂陈水扁 没有啊 都想说不然你空那块地干嘛 不如让民间去盖嘛 所有的建筑盖到101楼 没有那么高了 号称台北101 其实是508公尺 那大家看 你盖了你变成一个地标 有没有人骂陈水扁跟财川沟杰 你知道那些财团是谁吗 各位 陈水扁当台北市长 中华开发董事长是刘太英 国民党的大掌柜 陈水扁跟他签约啊 有没有人讲 没有 有没有人支持阿扁 说阿扁怎么跟国民党 没有 他里面还有红国建设 有好几家大的企业 大家合作 就我们开一家公司 来让台北这块土地可以在全世界被看到 70年 那70年以后 70年以后 这房子归台北市政府的 我土地给你用 每年收你租金 然后 70年后 你盖的东西要给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柯文哲自己签了好几个合约 包括在内科 的土地 跟人家签50年 包括在四北科 跟人家签50年 有没有人讲你做官商过去 没有阿 郝隆斌 的台志光签20 25多年 你说那25多年 他不是地阿 那他在台北市各个的地下 拉了多少光签阿 他没有这个光签 你的监视器你要怎么去监视阿 对不对 监视器就插在 装在哪里 最主要就是装在我们每个路口 那当然就是红利灯阿 或者你那些电线杆阿 对不对 路灯的电线杆阿 都有阿 那你监视器 监视器下面是有很多光签 你才能够去接收阿 那这些光签是谁拉的 就是台志光拉的 我也不认识台志光认了 可是我在讲一个道理 那他拉这广线要拉很久 他跟郝隆斌签了 签了以后他管线都还没拉 郝隆斌签了以后管线都还没拉完 到柯文哲商认还在拉 台北市嘛 你想想看 那个线是埋在地下的 那施工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像我们以前有些电视 随便就跟着飞檐左壁这样走 这个不用去钻 不用去挖 对不对 那不一样的 光签他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讲这道理 你一般人都听得懂 柯文哲故意在那边鬼扯 讲一些 然后他把你模糊掉 然后找他一些什么花言人 什么邏輯不清楚的 故意断章起意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他把人家讲 他是一个大弊案 大弊案 那你那时候五大弊案 为什么没有第六大弊案 就是台志光的光签 监视器案 为什么没有 他是现在就看到 陈隆文被收押了 就赶快拿出来讲 简单讲就这样 这个人每天找机会 看有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能够 趁人家的新闻 让自己一直有光亮光彩 对不对 这柯文哲就是中文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现在大家用智慧型手机 简单道理讲 你用智慧型手机 你的手机会不会升级 会啊 每个人都会升级 为什么会升级 因为过去很慢啊 过去3C大家用过嘛 3C人干嘛 就接听啊 然后有时候 传几张照片就觉得 哇把照片存在里面 我那时候用的是Nokia 那种 反正你用它了 用两年以后不用钱嘛 手机送你嘛 就简单讲最简单的 我想说 我只要接 接听电话就好 我不要其他功能嘛 然后 后来我们手机就开始升级 4C 4C就可以用智慧了 智慧型手机了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就可以流动了 可是 它后来加码 你有时候觉得速度太慢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升级 比如说你如果用Windows 微软的Windows 或者你手机怎么样 它会告诉你 你要 你要再用这个新的程式请加入 要不然你就会很慢很慢很慢 归宿嘛 过去 你用中华电信了 399 499 为什么会到最后会变很慢 因为中华电信希望你要跟他 另外再去买什么买什么嘛 所以现在标榜 我们499吃到饱 我们不限速 各位 你听到不限速就不要放弃 以前限速嘛 所以我现在讲这东西 我要跟各位朋友沟通一个常识 就是 你在讲 警察局 这个建制 它建制这个是要干嘛 最主要是为治安嘛 你路口 车子相撞 你要看谁 谁有过失啊 两方各执意识 你很难去判断嘛 法官很难去判断 警察也很难去判断 没关系 掉录影带 小董常讲掉录影带嘛 监视器嘛 掉出来看嘛 掉了你没话讲啊 对不对 大家看 昨天有个小小新闻 公馆有个卖葱油饼的 被同一个小偷偷两次啊 结果那个小偷啊 是一个欧巴桑 他说因为他去买他的葱油饼 他 我 他说我有跟他交代 不要太硬 结果他炸得太硬 他那葱油饼有点炸过 外表是酥的嘛 然后里面包了 在公馆很有名 我叫他 他没有给我弄乱的 给我弄硬的 我很恨他 所以我来偷他的钱 偷两次 各位 好不好笑 这么牵强 结果警察马上抓到 因为他报案 警察马上抓到 这个人是一个人耶 他没有骑车耶 这个比他不好抓 骑车有车牌号嘛 对不对 有些是人 所以你要抓坏人 最主要还要有他那个脸啊 当然有脸 一般你用车可以抓到 没有错 可是还要 如果有脸 那就更证据确凿了 这个人是没有骑车 所以就沿途掉路灵带 掉到他在河滨公园 抓到了 你有没有偷 他说没有 来给你看路灵带 警察马上秀出手机 警察马上秀出自己手机 又已经尻到手机了 这个是不是你 他看一看 是我 你又怎么偷他的 因为他 葱油饼给我太硬 各位昨天 当然我讲这是一个 昨天台北市发生一个新闻 各媒体觉得 你那个理由好好笑 所以大家都做了 好 那我讲这个 各位就知道了吧 我们 用智慧型手机都会升级 你监视 录影带 会不会升级 当然会嘛 你当然要升级嘛 升级影像就比较清楚嘛 所以最主要就是影像要清楚 速度要快 然后呢 要安全 安全的意思是怎么样 这个是警察级在用的 只有警察级人用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跟民间 我老实讲 你有些东西 比较会被人家脱窃 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了吧 就比较被人家脱窃 那我警察级这个系统 我是比较希望说 属于我警察级自己专用 所以这套系统 就是警察级专用 各位懂了吧 你要用的人 因为我警察级是司法单位嘛 有人来报案 我要去掉袋子 所以我有我的法源基础 你其他人不能来用啊 对不对 你其他人不能说 你不是政府 你政府机构要用 你要跟警察级你去掉 法院要掉 对可以 对不对 这个有法律依据的 你一般老百姓不能掉啊 各位 我讲这个各位懂了吧 没有强制力 你只有警察级或者法院才有强制力 譬如说你今天在超商门口跟人家那个 被两个人打了 你要求超商把那个提供给我 超商说我不要 我何必介入你们的争论 那你没办法 你就到警察级去告 说那超商有拍到 警察级就会来掉 超商就会给警察 我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很多东西是 可以警察才可以使用 那今天小总讲这个 我就要告诉你 第一个 这个案子是BOT啦 业者在地下建制了这么多部署 他当然要有个期限是比较长的 25年 在BOT的案子里面是算短的 各位懂吗 算短的 所以我说有70年有50年 柯文哲自己都签50年 这个叫做BOT BOT让你兴建 让你营运 B就是兴建嘛 对不对 建设嘛 O呢就让你经营 T呢就是让你转移 什么叫转移 你最后这个房子要转移给我 101台北101 将来现在不是哦 将来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公共造产 就是以后他就变成公家的建筑了 各位你懂了吧 所以我们是做这样 这个比较BOT啊 民众党故意这些东西不去讲 你怎么 你任期8年 你怎么25年 那你柯文哲你任期8年 你怎么跟他签50年 签那么多 然后你每天骂台智光 你为什么 我刚刚念了 你为什么给他 你为什么又跟 在警察局之外 你为什么又跟他做了 16笔的 合约预算 对不对 我刚刚念了嘛 山明国中 阳明国小 蓝牙国中 民族国中 还有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好几笔 台北市立大学好几笔 还有台北市交通局的 公共运输处委好几笔 还有台北市衰肩处 你都是你任类啊 你不讲他很烂 跟郝龙斌 有那些 对不对 有那些好像不当的关系 还徒利 还怎么样 类似那种 那种影射啊 那你怎么自己也这样 还有16笔 各位我讲 我们很多东西 用来做对照就知道了 那我今天不要花太多时间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 不演的电视台 小董 上午早有淑慧来讲 那我们 其实 各位朋友 在台湾 我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怎么样 我们知信很发达 这知信 错误了知信你看了 然后当事人说 你怎么这样讲我 我出来澄清 澄清你没有看到 因为知信一直在流动 很快 而且数量很多 你没有看到 所以你脑袋的想法就是 你看刚刚柯文哲讲 没有错 就讲完他的问题 讲完出来 不是我的问题啊 柯文哲说 你用2M就好啊 你又怎么用3M 柯文哲没有讲清楚的是什么 台北市一位的淡书 让你随意 你要用2M也可以 用3M也可以 你要有多少部分用2M 多少用3M 那就是跟他的解析度明亮度一样嘛 你过去的手机 对不对 里面有多少画素 手机画素 我们现在好的手机 动辄上千嘛 上千万画素 千万画素 那以前呢 以前是300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比这个 你对那个画素的意识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技术的升级嘛 柯文哲不讲啊 柯文哲全部 要求把它定为 200 的画素 可是要达到200画素 就只有3M 各位懂了吧 所以你其实是绑架了你的下一任 好 那现在 现在他讲了 各位去看 我那个影片 就明白 但是我今天 还是要跟各位朋友讲 你要小心那种资性的漏差 因为他一直在流动 所以你看了 他讲了有道理 那你去看他 反方向讲的人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 柯文哲说 你为什么 议会给你淡书 你又怎么要照淡书 淡书就是 你要动用这笔预算 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才可以 可以用 这是议会淡书的淡在这里 淡书 为什么叫淡书 很多人不了解淡书 因为我长期跑明义机关 我很清楚 但是就是你 你如果 譬如说 你爸爸给你一笔遗产 在他遗产上面声明 因为你过去过去给人家 但是你要回复你原来的 你要回来姓董 你要回复你原来姓董了 才可以继承这笔遗产 这就是淡书啊 我这笔遗产给我儿子谁谁谁 但是你要回复你姓董 你才能够沉寂我这笔遗产 有这个淡嘛 但他就是硬性的规定啊 所以各位朋友 这就是一个法律 一个预算法里面 柯文哲不服气去提 复议案 结果复议案 又被议会驳回 你就只能实施啊 柯文哲还说 讲完了你可以不实施那个淡书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各位听啊 柯文哲任内有两笔淡书 有两件复议案 就是议会购办数通过 柯文哲不爽 要求议会重审 那重审要三分之二通过 议会只要三分之二通过 你市政府就非作不可 这就是法律啊 柯文哲不服气哦 他在重阳敬老金被驳回 他要去行政院上诉 尤其全部被驳回 因为议会有三分之二要求你要 花重阳敬老金啊 后来柯文哲有没有花 有啊议会已经把你驳回 你可以抵抗吗 他自己在那边鬼扯 他自己都发重阳敬老金 自己不敢开记者会 叫副市长黄珊珊开记者会 第一黄珊珊要选台北市长 好人给他做 第二个 因为那就是法律的问题啊 所以柯文哲任内 说我变内了 重阳敬老金记不记得 第八年才发旺啊 他自己要鬼扯 他认为别人不懂市政吗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上新闻大 大包挂 好 那我们要先把 三点 好谢谢 我们从爱丽克斯开始 是爱丽克斯 谢谢非常感谢爱丽克斯 他给我的抖内 非常感谢 好杨峰 感谢杨峰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杨峰的支持跟抖内 他都 然后 还有 他都用那个 还有道阳 谢道阳给我抖内 给我支持 他都引用真诚报 没法二义 这些国家的核电 他在 所以 我在讲 那时候是跟核电有关的 各位朋友 那你看各国怎么样 全世界能够用得起 核电了 只有三十多个国家 他们一定要比别人先进 落后国家都没办法 那我们政府 我们可以用核电 用了三座核电厂 六座居住 用了四五十年 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然后民进党每天筹划他 现在全世界都 大几个在用核电 他又不敢讲了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电汇涨价 电汇涨价 天经地义 没有人有资格抱怨 只有我 前台湾只有我有资格抱怨 因为我 三十几年来 我都主张要用核电 让大家有便宜的电用 那现在你不用 要把它减少 你就只能用贵的电 那这个就是民主 民主我跟着倒霉 但是我也没办法 心里不爽 也没办法 民主嘛 但是 全台湾的其他人 没有资格抱怨 我讲 是不是 好谢谢 好马拉格基 谢谢马拉格基 艳兰来给我支持 非常感谢 还有宋炳龙 谢谢炳龙 谢谢老朋友 他都不留言 然后道洋再次抖内 就是写我过去的一篇文章 谢谢 D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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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Chang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我们要准备回现场 咯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很多朋友 他们就在各种场合支持我 那当然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 来跟你那个的 但是 无所谓 来跟你 呛你的来干嘛 都会有啦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公开的 什么都会有 但是也没什么关系 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有时候看台湾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搞政治 其实我有时候都不以为难 我自己是 跑过很多路线 当然我最后跑路线 都跟政治有关 我过去是跑 台电跟中油的记者 我过去跑劳工 我过去跑社会运动 我们过去 对很多 社会上很多弱势 我们都很清楚 环保我们也说话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过去跑过 那当然我也跑过医药 各位 所以对 基本的事情 我可以讲 我比一般老百姓了解一点点 那后来最后就政治了 台湾人 很大的心血 媒体 很大的数量 都在报道政治 那很多人不以为难 我有时候也觉得这样 但是有一次 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我就跟他聊 他说 我们 他当议员 他说 很多东西都弄得太政治 我说你知道 很多东西跟政治有关 不是很多东西 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有关 今天政治要 郑儒要铺个马路 他编议算 他讲我这马路要铺 要哪里接哪里 对不对 后来我要开一个马路 后我要更改人行道 你要不要送议会 要啊 你的议算要经过市议会啊 市议会是不是政治 是啊 三党啊 立法院三党啊 你要不要政治 要不要协商 这笔钱要不要够 他们没有一个东西 不要政治的 所以很多人 我很厌入政治 我不要去投票 那你不投票 我告诉你 民众党跟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百分之百会去投票的 他们那党性是很坚强的 然后你不去投票 你就便宜了别人啊 因为你会去投啊 不会 啊他们呢 他们必然会去投 下风 刮风下雨下冰炮 他都会去投 啊你不去投 你就输了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忠诚度的问题啊 民众党的支持者 有他忠诚度 民进党也一样 那 当然南京就没有了 南京都是只会说大话 然后打自己人 最后 南京 尤其在网路上那些 他们打自己人 都比谁大声 比谁响亮 就是各个党的支持者 他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啦 但是这个现实 谁也没办法改变 那 我在台湾讲新闻 我有时候就说 你拜托 你把很多东西把它 拼起来 为什么要拼起来 因为你讲了 你触到对方的东西 的一个东西 他又马上拿出一个来 然后大家就觉得 这个就平衡了 这有平衡了吗 你有讲到重点吗 我们现在很喜欢 讲一个东西就 你要化错重点 你的重点在哪里 我的工人啊 我就尽量把 复杂的把它讲简单一讲 让大家一听就懂 所以我刚刚在讲 整个台志光 跟台北市警察局的 这个监视器案 它最简单的 要点 它是一个BOT案 所以BOT的案子 签25年算比较短的 柯文哲 跟人家签BOT都是50年 签了好几个 内部科学员机 四伯格的那个科学员机 就在儿童 大家看 那里有一个 谋天轮 对不对 给儿童玩的小的谋天轮 那边的地 柯文哲也是跟人家签50年 就是跨过那个双溪 那一块就是四伯格的地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桌子 桌子入那里 但我讲这个 我没有讲说 你那个就有问题 但柯文哲就到处喜欢讲 谁谁谁有问题 那你当芭蕾你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你不把它爆料出来吗 有问题 你不把它破解吗 后把它解决吗 没有 他就是柯文哲每天在 在讲人家有问题 然后到底哪里有问题 不知道 他最喜欢用一些 很煽动的语言 建商 跟官员勾结 用刀叉吃人肉 大家就写 柯P两点 建商勾结 官商勾结 用刀叉吃人肉 各位可以去上网看看 他最喜欢这样 然后大家 看到了柯P讲话 可以做媒体标题 都觉得好像 那哪一个 你讲出来 你既然知道 他用刀叉吃人肉 你应该把他名字 讲出来像小董一样啊 我每天看到那些 不爽的检察官跟法官 我都要千方百计 去探听 出他们的名字 在这里讲出他的名字 哪一个检察官 你就是垃圾 就是畜生 各位常听我在这样骂 小董你 好危险 你是不是讲这个呢 没有错啊 各位 被我点名的法官跟贾达官 至少三百多个 是不是 我讲话你要不要脸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很下贱啊 蔡宗明法官被我骂下贱 他有没有去告我 他是审判长 郭义珍 他们去告我 我不晓得 因为我常骂他 我也不认识他 他也没审过我的案子 用太阳话去包围 中正义文局 那 分局长黄阳林出来 那个时候 他们骂 黄崇燕 红崇燕 红秀全的红 水共红 红崇燕 骂分局长 骂他这样 结果他们去告 警察去告 告输 审判长就是蔡宗明 你骂他下贱 骂他下流 结果不成立 小董就说 那蔡宗明你是下贱吗 郭义珍 郭义珍常常开发展 是一个法官 开发展 照讲一个很有文学修养 有文学修养 那你 你处理法 法律要公正 你用任何常识想都知道 这个不会判无罪的 但是不至于坐牢 就是判个基益 三十天五十天 对不对 二十天都有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判无罪 你怎么骂一个人 下贱怎么 怎么会无罪 可是我们的司法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看了 会令人家难够 但是小董 因为我在讲新闻 我对很多新闻比较熟悉 因为我是做这一行的 算比较旁征博引 但是我也不是要 去逞强说我 我讲的东西就是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 给各位朋友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的 我常常用比较的 在比较你就去对照 对照你就说 你可以讲小董讲的不对 但是你对照 民进党不对 你又怎么不讲 柯文哲不对 你又怎么不讲 就是用来做对照 用对照很多事情 他其实是比较清楚 但是我知道台湾的社会 他就是 那种各党的支持者 他属性就很强 他不愿意去看到 自己党的措施 然后他用断章起义的 把别人拿出来鞭尸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让大家有个错觉 譬如说 郝龙斌 你怎么可以跟人家签25年 那小董很容易就破解 那柯文哲你怎么跟人家签50年 你怎么跟 那些财团签50年 你的土地怎么跟人家绑50年 你市长才8年 我们讲的是警察局 跟台志光 为了要监视器 柯文哲这边就会马上这样讲 那这样一来一往讲不清楚啊 对不对 好那小董就只有 只有在问你 那你说台志光有问题 你为什么又 市政府的其他单位在你任内 为什么又跟他 签了16项合约 还付钱给他 你不是说他是很烂吗 这个可不是警察局的案子啊 对不对 警察局跟他有关的案子 就是监视器 你里面是市立医院 联合医院有死守 人类中兴 中校 对不对 大家看嘛 昆明艳期 林森的艳期 大家看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 民主国中 市立 台北大学 我讲这就简单了 我这样一破解大家 对哦 那你可不可以讲 台志光跟 跟郝隆斌前市长有怎么样怎么样 哇把人家影射到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 又另起如照 跟他签了其他单位的 你说 如果是警察局 你说我没办法 郝隆斌跟他签了 我必须承接 那市立台北大学 你为什么还去找他 市立联合医院 你为什么还去找他 我一讲大家一听就懂 表示李克文哲根本 在腐烂嘛 对不对 这种腐烂的事情太多了啦 一个支持者 很挺柯文哲 就会把他神话 讲的都对 其实我在节目上 讲柯文哲事情很多 但我不会讲他是大坏蛋 他就常自以为是 很多事情弄 因为至少 至少 就是说 你在做事情 你这个是没办法做事的人 他就每天在唬烂 就是台湾碰到一个 就好像自己什么都懂 当医生什么都 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就我来讲 他什么都不懂 他做这八年台北市长 他市政不会比我懂 他不到我的十分之一懂 他那边鬼扯 我是真的很懂 我老实讲 有二十几个人来找我是写论文 写寿司论文 他们找我 然后我是里面一个被访问的主要对象 讲台北市政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我告诉他怎么样 大概花三四个小时 他们录音 非常多的朋友是这样 诶 拜托你好 我就播出这个时间 然后跟你讲 他们提出 他们列出一堆问题 我说你问题不用给我看 你拿来 他们要先 先拿给我看说 你可以先准备 我不用准备 我讲的是这样 但我不是讲说自己都了不起 为什么不能 不是自己都了不起 因为我 我跑这个跑 你们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跑十几年了 我每天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我怎么会不清楚吗 我不必看着 你随便问我都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佩服 不得了 有些寿司上面 寿司论文上面 还会写我的名字 感谢我 那我们为什么会熟悉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一文写一文 不是当作 我每天用来做 我可以上媒体的这个素材 像柯文哲他们想的 就是我今天讲这个 我就要上媒体 媒体可以做标题 哎呀那个 官商 建商用刀叉丝人肉 哇大家就写 那你告诉我哪个建商啊 你讲建商不是很笼统吗 你告诉我哪个建商 哪个名字啊 他恶类到 把公家机关的预算 把他跟官员勾结 把他像吃人肉一样 你告诉我是谁啊 你讲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 可是大家就 柯P 哇 好那个好传神哦 好正直哦 那你把它讲出来啊 你把它讲出来啊 在你任内 你是市长 你把它断掉啊 你要把它断掉 你有能力把它断掉嘛 因为签约是你跟人家签 你可以不签嘛 各位我讲 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可是在台湾哦 我们要去讲这东西 有时候都觉得 会有一些无力感啊 所以 真理越变越不变啊 然后再来我们要从今天的宋丙龙开始 是谢谢丙龙 丙龙给我们支持 非常感谢 谢谢 阿丽克斯 感谢阿丽克斯 非常感谢阿丽克斯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图 还有玩具熊 谢谢 玩具熊 谢谢跟妈妈问候 他妈妈也是我的粉丝 非常感谢 然后董之胜 谢谢 王世坚 平科 骗子生意啊 终极目标啊 柯文哲现在要打讲话 我们就去拉王世坚 又来讲东讲西 我听得真好笑 好 谢谢 文神晃 谢谢 董哥武安 董哥要喝水 谢谢 还有三字幕 是谢谢三字幕给我的大拇指 加油 是林明贤 明贤没有留言 但是 充满了 支持我 非常感谢 还有阿好 阿后 是大家今天统一花票 都能中奖 是 我一年都没有中奖了 我已经十年都没中奖了 各位 我手气不好 但是没关系 我希望大家手气好 那这笔斗内 两个后就能中奖 特别奖 谢谢阿后 祝你 刚有人在聊天室说 他斗内的发票 就上一次开奖的时候 有中奖 是是是 谢谢 真的希望大家都 我的听众朋友 大家都能够得奖 好 反正最小奖也是 两百块也不错 不无小补 然后杨峰 谢谢杨峰 是不是柯柯 跟莉莉 没有错 大家要 要用他的谐音 杨峰最喜欢用谐音 然后马勒歌姬 谢谢 非常感谢 是 谢谢 然后张梅华 感谢马勒歌姬 是叶兰 张梅华 我们的好友 我到电视台 他都会来 赌内 还有阿胖 阿琴 阿琴 谢谢阿琳 谢谢 董哥说的没错 都市安全网有必要 就是升级很重要 是 他机车被撞 马上就剪 就 掉录音机看到了 谢谢 谢谢各位 那各位朋友 其实 大家想说 天气开始 变 变软 比如说 今天 天气跟周天一样热 接下来还会有冷天 各位不要 被春天这种天气骗了 那他会有一些转变 各位也不要被政治人物 那些嘴巴骗了 柯文哲每天在讲那些 他其实是在干嘛 他博起声量 他博起声量 立法院开议 2.1要开议 柯文哲没事就到立法院去 然后记者就访问他 后来人家讲说 哪有党主席天天来 振流量 对不对 大家知道立法院开议以后 全国的政治新闻 主要都会在立法院 因为立法院有额立委 然后很多官员 被找去 很多部长被找去 他就要讲话了 因为你去立法院 记者就会堵你啊 对不对 部长 王国台部长 现在香港 23条 我们不要去香港 交通部长 王国台告诉 台湾老百姓 不要去香港 你是干嘛 你看不起香港人 香港很危险 香港怎么会危险 台湾才危险 香港怎么危险 你说有23条 台湾呢 台湾有反胜斗法 台湾当里长的 当里林的 去大陆那些人哪一个 没有被警方传信 台湾的反胜斗法 比香港那个还严重 有人谈吗 你搞一个反胜斗法 搞一堆东西 有人谈吗 媒体写了半天 对不对 哦 何建华 哦 中华 统促党的不文区立委 哦 你看 哦 这说哦 蔡英文是假博士 哦 那个论文有问题 怎么样怎么样 哎你看 为中国大陆 怎么样怎么样 影响险阱 各位你知道 他上两个礼拜判无罪 判无罪 有媒体登吗 没有 前面搜他怎么样 哦 你看带着那个大陆的配偶 去搭 哦 去大陆 旅游比较便宜 哦 你看涉及买票嘛 哇 各 那些 绿色的媒体 你知道绿色媒体在台湾 占百分之90以上 哇 开始谁 你看 哎呀 统促长就是这样 陆配 陆配就不忠诚嘛 对不对 什么叫忠诚 要忠于民进党 要票投民党才叫忠诚啊 结果血那么大 一审二审都无罪 通通无罪啊 他有那么 你们 你们看的新闻是什么新闻啊 就是 我们媒体在灌输你的 这些 想法嘛 是不是 大家台湾哦 这样 的情况 资讯越多变得越危险 因为你无从去判别 所以 要有小种真心化的存在嘛 那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讲很多新闻哦 有时候看了 很难够啊 哦 我有时候看的新闻会难够 哦 譬如说 我今天上午看一个新闻 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 他当过立委 他在王淑慧 慧 慧是智慧的慧 哦 他很喜欢唱歌仔戏 我过去在组织节目 我也常常找他 因为他有他的喜感 跟他的本土性啊 哦 他今天被判刑确定 诈领助理会 判刑确定五年 他是阿嬷级的耶 七十岁左右啊 阿嬷级的啊 各位想想看 那他民进党去坐牢 独独阿厚啦 是啊 但我也会觉得有点伤感 各位朋友 我讲这就实在话 对不对 民意代表 诈领助理会那么多 怎么有的人要坐牢 有的不用坐 有的咱们 譬如说 佟仲彦也去坐牢 佟仲彦我也认识啊 他有一次跟我同台上节目 他说 哇 这董哥老记者是我很佩服的 讲的东西都是 有真材实料嘛 当然他是这样 他去坐牢啦 应该已经出来了 因为他的 他的 他诈领助理会的金额比较少 五万块上下 比较少 那还是有 还是有罪嘛 他的判别在哪里 我告诉你 判别在于你的 跟司法的配合程度 就你来 你也没做到 有 报告法官 我错了 我不应该这样 我把这些钱都缴回来 那你有没有 他会觉得你配合良好 那个罪行就比较轻 有些法官就给你判软刑 我老实讲 司法 法官是自由新政的啦 法官常被我骂 骂什么畜生 骂什么垃圾都有 对不对 大家看 我都指名道姓 但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都 司法他是一个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换后态度很重要 民进党有一个 叫陈柯明了 也是今天被判 这个人判了久 七年半了 贪污 为什么 因为有个厂商找他 说我这个厂房违剑 接到监管处 那个拆除大队说要拆除 你帮我讲一下吧 他是新北市医员 这两个都新北市医员 那他好 他就把那个监管处官员找来 讲一讲 因为他这个违剑再违剑 所以最后他要求说 你那些新的违剑 部分你自己拆除 旧的违剑已经很大了 一个厂房嘛 这个就当做旧违剑就不要拆 那监管单位 拆除队也同意 那他收对方20万 他要求对方给他20万 这个过程被录音了 监听嘛 所以铁镇如山 他叫陈柯明 柯协的柯 名是姓名的名 我们一个人的姓名 各位我讲这个 这个人我不认识 他民进党 那我没有说 都民进党 我来做文章 不要 我告诉你 因为国民党也有 新党也有 对不对 我讲是很多党都有啊 那这个绝对不是说 大家讲说 这就是因为设计有问题 就是好像历史工会 不是 这个不是历史工会 我认识了都数民意代表 就没有干这种事情啊 是不是 我们就是认识啊 那很多人要诈领助理会 结果说我不用请那么多助理啊 你不用请那么多助理 你可以不用请那么多啊 譬如台北市议员有24万 他们最近去跟立法院 跟内政部那个时候太 二十年都没有调账了 那没关系吧 就看政治怎么操作 法律怎么修改 但我讲就是 你可以看到 在台湾这是没有 很多事情 你没有讲清楚 你根本不知道啊 那我刚刚讲香港 他我们交付 去香港很危险 我说来台湾才危险 除非你支持民进党啊 各位知道 有个叫何应思的嘛 何应思是支持反送中 他从加拿大来台湾 支持反送中 上街头 请问可以吗 请问可以吗 你到台湾来 你是申请观光啊 今天他如果不是支持民进党 早就被击逐出境 对不对 就像有个武统的写者 叫李毅 他来他被侵逐出境啊 那我本来就主张武统啊 难道没有言论制 不行 你对台湾不友善 赶出去 他叫李毅啊 邱毅的毅 对不对 大家记得嘛 黄之鸿 香港 众志的秘书长 他参加时代力量 几年前参加时代力量 那时候还是 时代力量 那时候还有影响力 在立法院还有席次啊 他参加时代力量的 那些政论的座谈会啊 或者什么 可以不可以 你不是来观光吗 你跟你申请项目不符啊 有没有被赶出去 没有啊 所以我们台湾是看人的 我讲就是看人的 所以你不要被那些 言理或什么骗 台湾 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阶级的 民进党跟台独那些人是贵族 他们在司法上享有更充分的自由 更为首亦为的 不管谁执政都一样 不管谁执政 他们都一直享受这个哦 各位你想想看 台湾是公平社会吗 没有公平啊 台湾是完全不公平 特权充斥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台湾其实靠网路 靠媒体 在决定很多事情了 包括司法 包括你这个人应该怎么样 今天非常谢谢收听 谢谢 总共我们趁下一点点度内 刚刚念到阿群 阿群 谢谢阿群 谢谢 对 都市安全网 他那时候车子被撞 监视器 行车记录器 都能证明他的立场 没有错 真的 那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些 其实对老百姓的安全 是有帮助的啦 叶大雄 谢谢大雄给我 多年也非常感谢 还有资胜 董资胜 谢谢 可老三 1M等于说733 3M等于说2200 那一百等 一花等于去 对啊 那爱国者回答 打一花等于70% 三花 哇 那个屏蔽 那个 拦截力就210 两个人真是有87%的像 柯小姐 谢谢柯小姐给我们支持 非常感谢 然后洪嘉武 谢谢嘉武 非常感谢 然后新加坡来的 陈芒寡人 谢谢你 还有金刚 感谢金刚给我们的支持 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